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主持人软软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房车 就是我们基于校车底盘进行打造的 50S200这款房车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样子啊 就比较像一个校车一样的造型 那待会儿接下来我们要去里面去看一看吧 整部车的一个尺寸呢 是5990×2700×2100这样一个尺寸 同时也是蓝牌Saber 就可以正常上路了 车侧呢也是配有一个手动的一个遮阳棚 方便我们在外露营 同时遮阳棚的下面有我们这种 比较方便的一个小桌板 可以在上面放一点东西啊什么的 同时我们再往后走啊 也可以看到一个花洒 也是方便我们比如说在露营的时候啊 冲冲什么地方也是比较方便的 后身后呢就是一个外置的一个抽搭炉灶了 也是方便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外露营啊 去炒炒菜啊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部车整个一个上来的一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无中门的一个设计 所以整体的一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一个校车的座位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折叠座椅 可以把它放下来 整部车在动力方面呢 是2.4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6档自动变速箱 座椅是可以去旋转的 那我们把它旋转到正面 其实有一种在开校车的一个感觉 现在呢是在一个会客区啊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坐在一个双手沙发上面 那我们头顶呢 还配有两个这种带锁扣的这个柜子啊 也是方便我们 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 去放一些我们的小零碎 同时呢在头顶上方也有一个幕布 也是方便大家 比如说在玩乐的时候 看一些电影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来到厨房区啊 可以看到上方是有一个房车专用空调 那下面呢就有一个 我们这个盖板式的一个 我们的洗菜盆 可以去洗一些我们的水果 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的电磁炉 在下方呢有很多这种 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柜子 也是方便我们去放一些东西 厨房后方呢 也配备了一个微波炉 还有一个100升的这种冰箱 然后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去冰冻一些我们的东西 同时后方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储物空间 这个区域啊 就可以去放一些 大一类的一些物品 那现在呢 我在呢是整部车的一个 厕所的一个区域啊 但它其实是一个便携式的 一个马桶 比如说我们要在 这块洗澡的时候啊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马桶拿出来 然后呢也可以确保一个 我们这个卫生间的 一个空间比较充足 同时还有洗手盘 毛巾架 还有放置东西的这个地方 卫生间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现在是来到了一个 整个车的一个 休息的一个区域了 那它这个休息区域 是1米9成1米4的一个尺寸 但它其实是没有盲窗外拓的 所以在B型房车中 这个尺寸已经算是非常大的了 同时我们再抬头 可以看到 它这个也有 我们这种 带锁扣的一个储物吊罐 也是方便 我们去放一些行李啊 非常不错 床铺的下方啊 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同时还配备了一个洗衣机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了 在电力方面呢 是搭载了800安时的锂电池 3000瓦的逆变器 和400瓦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这款车的售价呢 是19.8万起 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那更多的房车视频和房车资讯 进行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